在有人吗 画面中看到是嘉义水上乡的一新村 消防人员搭的救生艇 要进入一新村里面去救援 十多位的居民 主要是因为一新村边的赤兰溪暴涨 所以造成整个村落里面有部分的房沽 是淹水到一层楼高 在消防人员搭乡平体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左边的汽车 已经是泡在水中了 在远一点的房子 淹的位置差不多就有一层楼那么高 消防人员先前已经救援处四名外籍移工 还要进村落里面去救援其他的居民 但是其中有十位居民认为说 他们水淹到一楼高 他们躲到二楼 目前暂时安全没有问题 所以不愿撤出来 不过对于一些比较老弱的妇孺 消防人员还是利用橡皮艇 将他们载到另外一头比较安全的位置 等待水退之后才让他们回去 东森新闻 吴星梅在嘉义报道 好 看到嘉义地区出现淹水的情况 而且是夹带泥土的这个泥黄色的水 不只在路面上淹 住家里也都是 甚至有民众还说有三台车都卡在路上 大雨不停地下 突然挤着水不断流过来 而且还是夹带泥土的黄水 甚至快把柏油路都淹没 看起来相当惊人 拍下这影片的民众也说 水淹到半个车身高 有三台车已经在路上抛锚 非常夸张 这是在嘉义市东一路往庐山桥附近 因为墙台凯米来袭 带来大量好雨 也让嘉义市区地面都淹水 另外也在嘉义民雄大祈村 郑大路三段附近 有民众拍下家中淹水的画面 整个家里都淹满土黄色的泥水 甚至看不见家中原本的地面 桌脚都泡在水里 小孩也只能坐在高脚椅上 警方赶紧在现场指挥交通 就怕车子再卡在路中间 东森新闻南部中心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